各位同学 各位朋友 晚上好 非常感谢上海真为科技 我们提供的机会 与大家分享一下 陪护机器人的一些技术思考 主要谈一下 自然交互 隐私保护 与人机共生 我是河海大学的刘晓峰 我今天围绕 自然交互 人机保护 人机共生 谈一下我 技术的发展 与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结合实验室的研究 开展 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 是一个老龄化的大国 也是世界上 唯一一个老龄人口 超过一亿的国家 到2025年 它要超过两亿 而且 我们国家的老龄人口 很特殊 但是 未老先衰 可能未老先病 我们的问题 更多 而老人 需要 比较好的 陪护 然而 我们劳动力市场 缺乏 缺乏 相应的 陪护人员 这个社会问题 无疑就需要 相应的机器人 来解决 机器人走入家庭以后 要想给老人 提供比较好的服务 首先 就能够与老人 比较自然的 公式的进行交互 了解老人的 弊度 在交互的过程中 那就要训练机器人 这无疑需要 大量的数据 这些 与人交互的数据 就涉及到 人的隐私 特别是 在家庭生活中的数据 涉及人 各方面的隐私 那就如何在 保护数据 隐私的前提下 实现数据 共享 提高 模型的泛化能力 能够让 陪护机器人 适应 各个家庭 或者养老机构 是第二个 问题 就未来 机器人的 发展 它可能和服务对象 形成共生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 单向 服务 机器人给 人提供服务 不是 单向的 应该是 双向的 在 机器人 服务的过程当中 人也能够帮助 训练 机器人 提高 机器人的 智能水平 搬过来 机器人能够更好的 为人提供服务 最后形成一个 和谐 共生的 关系 围绕这三点 我就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 自然交互 根据 人机交互 微类 这个手册 它有两种 定义 第一种 自然人机交互 就侧重于 机器人以 自然互动的方式 回应人 机器人 需要理解 人给予的 交互动作的意义 比如说 他要一杯水 那机器人就给他一杯水好了 他 给水的方式 不一定和人 一样 也就是 他不必学会 以相同的方式 交互 我只要实现了目的 就可以 强调 目的 为导向 第二种 第二种 定义 就是 侧重于 机器人 就要产生 预期的行为 比如说 这是一个 小狗 机器狗 那就 它 它的行为 要像一个 生物狗一样 比如说 这个 类人 机器人 它的各种行为 就像 人一样 它有两种 不同的 定义 实际上 第二种 就要求 更高一点 不仅要实现 目的 还要关注 实现的方式 实现的方式 要和人 一样 自然交互 有多种模式 进行交互 最常用的是 是我们的 语言 但是语言之外 非语言的交互 也非常重要 与有关研究统计 在人与人 之间 面对面的交互 过程中 非言语的 要占据 70%的 份额 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起的作用非常 重要 在生活中 我们也有这样的经验 语言 表达的意思 如果说 结合当时的环境 还有说话人的 肢体动作 他可能表达的 语言内容 和意图 正好相反 所以说 这个非语言的信息 在理解人交互意图 过程中 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 非语言的交互 就包括 凝视 gaze 手势 身体的动作 还有 体态 姿态 面部表情 自然交互的发展 就是要使 通过机器学习的技术 让机器人 观看人与人的交互中 学习 交互协议 就是看看人和人之间 怎么做 要想实现这个目的 就需要大量的收集 自然和非自然的 人与人 人与机器之间的交互数据 所以 可能 这更符合 人机交互 人机自然交互 第二类的 第一 不仅关注 交互的目的 而且关注交互实现的方式 人机交互 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类 一种就是物理交互 就是Physical Human Robot Interaction 这属于低层级的交互 主要是无人的生理需求 它重点考虑交互的安全性 什么安全的交互 了解人的目的 完成 它需要的任务 更高级一点的 要实现一定的 社交行为 就是社会交互 比如说 它关注的是人的精神需求 考虑交互过程当中 情感和心理可接受程度 侧重于机器人产生预期的行为 这是社会交互 社会交互要求的更难一点 更复杂一点 这个认知交互不足 会导致很多问题 特别是对于这种 陪护机器人 这里有一张图片 因为我们这个数据转换的问题 这个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就是在2021年10月份 上海有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酒店用的机器人 和一对小情侣发生冲突 机器人老跟着他们进电梯 这个客户就不希望他们跟着 最后呢 这个小男生把机器人踹倒了 踹坏了 实际上他们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机器人保持一定距离 一直跟着他们 但是他们推开了机器人 然后机器人还仍旧跟着他们 所以是就是 机器人的认知交互不足 所以不能够把人的这种拒绝 利用起来 或者说他没有完全理解 人为什么拒绝 使得他一直跟着 导致人机冲突 这个未来要想 陪护机器人用好 所以要重要的是 提高他的认知交互能力 前面提到的 非语言的交互模式 有很多种 我们这里介绍几种常用的 就是基于视觉的手势交互 手势交互 可以由多种方式实现 一方面呢 可以通过视觉 比如说常用的光学相机 深度相机 都能够比较好的捕捉手势 这一块相关的技术也发展比较迅速 我们实验室也做了一些工作 就是利用这个深度相机 Resense识别手势 能够满足交互需要 此外通过机电信号 也能够比较准确的捕捉手势 比如说常见的商业化的机电手环 能够采集机电信号 我们做什么手势 是受肌肉控制的 产生的机电信号 通过机器学习的算法 也能够比较好的捕捉手势 这是我们做的常见的几种手势 外翻内翻识别效率 都达到比较高的总学率 能够满足基本的要求 另外一个通道 就是面部表情 在我们与人交流的过程当中 面部表情能够传递 非常丰富的信息 生活当中 如果说两个人交流 谈话的过程当中 他不看对方的脸 或者不看对方 那么这种交互效率 一般很低 或者效果很差 所以在这个面部表情 特别重要 一方面是理解对方的情绪 我在理解的基础上 做出正确的情绪响应 所以这几年 有关情感计算 发展非常迅速 在一些内人机器人上 都有应用 我们实验室 用这个深度相机 捕捉了 面部图像信息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深度 网络 对这个其中常见的大表情 像六类大表情 都取得比较好的识别效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解决的就是 用一些空难样本 就是有些样本啊 数据量非常少 那么对这类的样本 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处理 就把它当做空难样本 在训练过程当中 给予更多的 权重 取得了比较好的识别效果 刚才讲的是大表情 还有一种是微表情 就是我们 微表情是一种短暂的 微弱的 无意识的表情 持续时间很短 一般在 200毫秒左右 通常是 0.500毫秒以内 微表情是能够揭示 人类隐藏的真实情绪 它的意图往往在 微表情里边 我们不经意的 表情 特别是一些得意的 或者厌恶的 往往是细微的表情 可以传递 微表情持续时间短 而且面部肌肉运动强度很低 几乎看不到面部 几乎看不到面部 肌肉运动 所以说 它的采集非常困难 诱发相应的微表情也比较困难 目前的样品量比较少 而且内间分布不平衡 就是某一类的表情 数量比较多 某一类的就很稀少 这个内间不均衡 为后续的识别也带来困难 在我们实验室做的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基于分支针 深度微表情识别算法 首先是提取了分支针 然后用深度学习 与传统识别方法结合 多个数据集联合训练 这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触觉是近年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触觉发展非常快 在里边不仅能够获得利益的信息 还能够获得物体品质的信息 所以力处觉是近年 大家高度关注的一个研究方向 人机交互中一种模式 这是我们一个项目当中 开发的力处觉传感 这个主要成为3D打印的实现 实现按键 同时获得利的信息 触觉也能够传递一定的情感 怎么实现人机自然交互 就是提高人机交互的自然程度 需要重点关注 一个是多模式交互 我们生活中交互的过程当中 往往是多模式多模式的 不仅有语言 还有相应的肢体动作 面部表情信息 多模式的方法 能够获得精准的交互意图 也更接近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方式 所以需要多种模态 相互融合 影响交互自然程度的第二个 任务的总缺性 是不是总缺理解了交互意图 能否完成交互任务 就是以人希望机器人做的 机器人没有做出来 那就自然影响到 这种交互的舒适性 影响人的体验 就降低了交互的自然程度 第三个更重要的 一个方面 就是交互的时效性 如果说人提出一个需求 发出一个请求 机器人没有响应 或者说响应很慢 那就是会降低 我们那个交互的自然程度 降低体验 这其中的响应 可以是多模式响应当中的 最短时间 比如说我们生活中两个人对话 他可能问了个问题 对方并没有一时回答 或者拖了很长时间 他虽然没有言语回答 但是有其他形式的响应 比如说眼睛 眼球在转动 表面他在思考 或者面部有其他的 情感 比如说他觉得比较尴尬 或者害羞 或者紧张等等 他虽然言语上没有及时响应 但是其他形式也给出了响应 虽然他们也及时回答问题 回答他的对话 但是其他模式提供了信息以后 提供反馈以后 他并 这个交互呢 这个自然程度 是人可以接受的 所以时效非常重要